相互 你想好了吗 小岚 我想过了 为了你 为了我们 康复科的工作 我肯定好好去做 我会努力的 我们分手吧 江涵 我升职了 现在是公司的财务主管 你要是觉得 工作很忙 我们见不到面的话 我向你保证 你对我已经够好了 我想让她是个男朋友 不是男保姆 小岚 我们在一起两年 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的 我希望我喜欢的人 是和我一样的 有目标 有梦想 而不是一个整天 只会谈情说爱的小男孩 对不起 小岚 我会努力成为 你喜欢的样子的 我不想再吵了 让我走吧 小岚 因为由你原唱音乐大赛 了解一下 梦想的那场烟花 你只未落下 有了远的木马 日夜旋转 停不下步伐 没有人知道 我每周末 都快来这里主唱 老婆小岚 我想唱歌 想当歌手 做明音乐人就是我的梦想 但既然是梦 又怎么可能轻易实现了 这儿就像一个避难所 也是我离梦想最近的地方 那是场看不到的童话 时间在左肩发 想将一切抹杀 流度下 看清了吗 那只是环境中的童话 再来两个字 亲吻的只会是伤疤 梦不会遇到 干杯 不喝了 不喝了 喝 干杯 你都喝了 来来来 接下来送她的丑人创歌曲 就是啊 我要把它送给你女儿 今年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那就送我吧 你要干嘛 别挣扎 快醒来吧 那是场看不到的童话 时间在左肩发 现在女孩很主动嘛 不想 看清了吗 站住 走 五秒 护士手则五十遍没掉不下巴 觉悟挺高 今天有个实习生来咱们科室报到 由你来带 给我拿出点康复科的样子来 别给我丢人 嗯 嗯 实习生上班第一天就迟到 真把医院当自己家 老师对不起 我迟到 听说你的实习生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你有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昨晚本仙女那么主动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你们干嘛呢 护士长 既然你说规矩 那我也跟你说说规矩 她不就是刚刚台上卖唱的吗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江江 美女就英雄 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吗 也不想找到 你自己像我城 你自信 你也不想找到 你自己像我 那我身边 你自己像我